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 鲨鱼作为水中霸主,有着锋利的牙齿和巨大的咬合力,能够轻易地撕开猎物的身体。 在海洋中,许多海洋生物遇见鲨鱼之后都是逃之夭夭,但是这并不代表着它们能在海洋世界里就可以高枕无忧。 视频前的你,如果存在防止时间短,勃起无力,硬度不够,中途疲软,阴晶短小,虚汗,阴囊潮湿,肾虚引起的腰酸背痛等男性问题,可添加中医老师微信878-3400,中药秘方条理,对症下药,记住中医老师问诊微信878-3400,海内外患者朋友,皆可免费咨询。 瞬间不能动弹,被电蛮拖进洞中,没过一会儿就只剩下一条鲨鱼尾巴了,这种电蛮是真的厉害,它们有着大海里行走的高压线之称,只要它们释放出高压,连鹤鱼都逃脱不了它们的电压,这种电压的破坏性可想而知。 当然,在巨大的深海里,只有一物降一物,没有绝对的胜者,就像鲨鱼一样,拥有着绝对的力量,但是在细小的电蛮面前,仍然无法逃脱电蛮的攻击。 最后还沦为了电蛮的猎物,被斥得只剩下一条尾巴了,所以在深海世界里存在着巨大的危机。 小伙伴们去大海里玩耍的时候,一定不要被外表好看的动物给吸引,或许在好看的外表之下,隐藏着巨大的危机。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,咱们下期再见。